进入十六章 我们看到保罗就做了一个很长的 结束性的问候 这是他所有书信的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结束的时候问候啊 祝愿啊等等 但是特别的是罗马书呢 他的这个引言和结尾都很长 然后详细的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这个是在其他书信里面都没有见过的 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可能性的原因就是 因为罗马教会并非保罗亲自建立的 所以而且加上他个人性的这个事工的目的 盼望他在拜访他们之后 受到罗马教会的这个接待 并且获得他盼望获得他们的支持 去往西班牙传道啊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他在问安的时候 在引言的部分打招呼的部分 就做了很多的这样的铺垫 那结尾的时候又详细的去谈到了 很多他直接或者间接所认识的这些人 那在这个目录里面 一解到二解我们谈到了 他首先推荐 非比姐妹啊 是打算让非比去 将要去 所以他就提前跟罗马教会的 弟兄姐妹们安排他 希望他们能够接待他 介绍他的这个情况啊等等 然后可能是也可能是将 罗马书信带给他们 这样的过程啊 那紧接着三解到后面啊 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三解到十六解呢 就谈到了他很多个人性的 这样的问候啊 那其中就谈到了二十六个人 然后其中也谈到了两个家庭 还有就是三个家庭教会啊 那实际上讲罗马书的时候 结尾的部分比较难啊 前面相对处理教义的时候 还比较容易 为什么 那个教义是永恒不变的 跟我们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从这些问安里面 却很难发现什么 属灵的教训呢 道德的生活呀 基督教核心教理啊 什么基督的复活三文一体 找不到 但是很容易让我们感觉到一种 跟我没什么关系 就是一些问候名字而已啊 所以既然他被罗列在罗马书里面 我们按照罗马书的每一卷 每一章每一解去解释的过程当中 必然避不开这个问题啊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一下 当时初期的罗马教会的 会员的组成是什么样的 大概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样的 然后保罗在这种 幕会处境当中 问候当中 他里面提 反映了什么样的目的意义等等 其中也可以获得很多的 重要的信息啊 所以大家盼望着这个耐心啊 作为讲道人 讲的时候 当然是对那个 跟大家其实有直接关系 注意我用的是直接 不是没有关系啊 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字 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啊 那没有直接关系 要么是我们没有意识到 要么就是我们没有明白啊 所以这个虽然不是跟我们 只有直接的关系 当我们读的时候 其实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 重要的教训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他谈到了很多这样的人民 首先他谈到了亚基拉和百居拉 三节里面说到 问百居拉和亚居拉 亚居拉案 那这里面很明显 我们看到这个 先问到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人也是圣经里面 在新约里面谈到和保罗 相对比较亲近的这两个夫妻啊 夫妻 而且我们之前也谈到了 可能很多的情况 也是透过这两个夫妻 然后保罗直接间接的了解到 罗马教会的一些情况啊 那在这里面 首先问候了这两个夫妻 那在这里面 百居拉和亚居拉 其他的经文的时候 有意思的是 百居拉是姐妹啊 是妻子 亚居拉是弟兄 是丈夫 按照一般的情况的话 一般是弟兄放在前面啊 姐妹放在后面 但这里面奇怪的是 把姐妹放到前面 弟兄放在后面 那有的学者说 这可能是当时 百居拉可能是在教会里面 稍微更有影响力啊 就像中国很多教会一样 两个两口都信主 然后姐妹在教会里面 什么指示啊 甚至有的中国教会的现况 有的姐妹是做传道人 做主要教会负责人 弟兄在教会里面 像做这个指示一样 配搭的 甚至在背后默默无闻 支持这样的工作啊 所以在教会里面 可能 白基拉 更加有 影响力啊 然后 亚居拉呢 是相对 次一点这么安排 或者是对女性等等 不知道 这是只是推测啊 总之呢 这两口子 奇怪的是 把妻子放在前面 姐妹放在后面啊 那其他的经文里面 在哥林多书里面 是提到了 亚居拉和白基拉 在这里面 把他颠倒过来啊 那介绍他俩的时候说到 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 他介绍白基拉 亚基拉的时候提到了三个修士 第一个是谈到了 这两口子是我在耶稣基督里面与我同工的 也就是说在保罗宣教的事工上 这两个人是是同工啊 支持和帮助过保罗的人 那这一点呢 我们看到他在保罗在这个 使徒新传里面记载了哈 他们在宣教事工上 关系比较亲密 而且在事工上 对保罗有很多的帮助 亚基拉百基拉原来是这个 本都从本都而来的哈 路加告诉我们 他是从意大利来的 因为格老丢把犹太人 从这个罗马 驱逐强制离开哈 这是罗马 使徒新传十八章二节里面记载的 然后他们除了 他们是信基督的之外 他们离开那里以后 然后与保罗曾经在格林多 一同服侍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保罗将他们留在以弗所哈 特别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第二个描述 四节说到 也为我的性命将自己尽置之度外 这是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说他们在 保罗面临着生命危机的时候 他们曾保护和帮助他 不顾性命去保护保罗哈 那这个很有可能是 保罗当时在 以弗所书的 以弗所教会传福音的时候 那个时候保罗传福音 神大大做工 很多拜偶像的人 就开始离弃偶像 归向基督嘛 信福音嘛 然后把那些偶像的书都 堆在堆在一起 然后烧掉 然后当时出现一个叫做 这个迪米丢的人 他是一个铜匠哈 他就专门靠制造偶像 卖偶像的这个发财 做生意的人 结果保罗传的福音 直接就影响到他的饭碗了 大家都不信耶稣 大家都不信偶像去信耶稣 他的生意肯定就萧条了 所以他就煽动以弗所里面的人 去诬陷控告 然后甚至被怂恿起来的 这些群众要打死保罗 所以当时保罗面临着 很大的这个生命危险 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两口子帮助了保罗 所以在这里面说 他们为了自己 将自己的景象都置之度外 这个实在是很美好 在基督里面 只是因着福音的缘故 同一位主 同一个信仰 然后同样侍奉福音的这些人 结果他们却为此 不顾性命去保护保罗 第三个形容 就是不但我感谢他们 当然感谢了同工 保罗在各处去宣教的时候 在宣教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人信 让他们信 然后中间有这样的两口子 爱主的肢体去支持他 与他同工 甚至他们支搭帐篷 亚基拉百基拉 可能也是做帐篷 保罗也是做帐篷 因为犹太人的拉比 他们不只懂这个旧约托拉 他们一定要学 至少一个这样的技能 他们所到之处 他们可以养活自己 然后这样的本事 所以保罗 他其中一个本事 就是支搭帐篷 正好是跟这两口子是同行 所以他们一块支搭帐篷 一块宣教传福音 那在这里面 他特别感谢这两口子 就是他们 对他们肯定有很多的帮助 在福音事工上 包括在生命的保全上 所以他对他们是充满了感激的 其实说实话 在我们人生当中 就纯粹那种福音里面 纯粹在基督里面 在一般的领域生活当中 我们固然也有些 好的闺蜜和朋友 但是严格来说 如果我们信仰到一定程度 说实话 很难在一般领域里面 深层的有真的交心的朋友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深层的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 和是不同的 所以深层灵魂的交流的时候 这也就是为什么基督徒 不能和非基督徒 结婚的其中一个原因 牛和驴不能同富一恶 生命不同 他们里面的价值观 人生观 他们的幸福感 他们的追求不一样 所以这两个人 虽然是生理上 这个种类上 是可以错 这个没有问题 法律上没有问题 但是在精神上 达到深层的爱的契合 这是很难的 智不同道不合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 和非基督徒 是很难达到深层的 这种亲密关系 以前很亲密的 因着信仰 这种疏远的情况有很多 这不是说我们基督徒 故意疏远 这是避免不了的一个事实 除非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 就我也是吊郎当的基督徒 反正基督道跟我没关系 去不去主日 我也无所谓 什么 对基督所有教导的吻声 我自己也无关痛痒 所以这种人 他和那些不信的人 玩得很亲 因为思想都一样 所以感觉也一样 这样没有张力 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形成闺蜜 所以我说什么意思 按一般的情况下 基督徒和一般领域当中 很难产生亲密的这种支交 一般性的朋友可以 某种程度可以 我们仍然有很多不错的朋友 我自己也一样 初中同学 高中同学里面 因为大学在韩国读的 国内的 包括一些同事里面 有一些一般性的亲密 多年不联系 也无所谓那样的关系 但是深层交流的时候 发现就开始战争了 这两个人的精神世界 就不一样 以前是一开始的时候 总拿这个 因为我是传道人 后来知道我信耶稣 这个人去做神父了 然后就见了面 一开始头几年 就拿我当半开玩笑 他不是轻蔑的 开玩笑那种去 开玩笑那讲 但是焦虑来焦虑去 发现涉及到深层的领域 我们没有办法高通 大家都是站在不同的 这个精神世界里面 互相这样讨论 互相否定也没有必要 后来就避讳 这个谈一般的 所以深层的是不太容易的 因为这个人 不管是动物性的 躯体的问题 精神世界 所以因此 其实在信仰里面一样 全世界 当时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基督徒有多少 我们没有办法统计 但是在诸多的信仰当中 有这么两口子 能够在使命上 信仰上 同样热心 传福音不但如此 同样传福音的人很多 但是能够志同道合 甚至去全力支持保罗 然后不顾性命去 帮助保罗 这个事情不太容易 所以可想而知 保罗他内心当中 对这两口子的感激有多大 我们今天一样 其实在信仰里面 我们教会里面虽然人不多 但是在教会里面 纯粹因着信仰 请不是说你们自己私下什么 聊一些别的 有很多基督徒的关系是危险的 第一种危险是 天天聊一些世俗的东西 我说的世俗 就不是说一般领域 就砍线没有用的 这个固然很重要 因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我们需要这种 所谓的一般性的闺蜜 第二种危险的是 都是信耶稣的 然后某种程度都有信一些 但是见了面 互相聊的 其实也是俗的 没有什么营养的 然后两个人聊了聊去 越聊越心痛 反正我也软弱 越聊彼此都软弱 互相安慰 很轻 但是没有办法 彼此建立信仰 所以这种关系也是危险的 然后两个人互相吐酸声 抱怨 抱怨来抱怨 是啊是啊 互相抱着安慰一下 是挺舒服的 但是没有丝毫 积极的东西 无法达到那种互相搀扶 但是保罗这种情况不一样 两口子 认可保罗的使命 支持保罗的使命 然后甚至不顾性命的去 帮助保罗 这个是集体宝贵的 在基督里 所以保罗说 在基督里 在基督耶稣里 与我同工 甚至为我的性命不顾 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 这样的 所以他里面 对这两个人 充满了感谢 不管是工作上 一块同事的问题 那种心灵当中 彼此互相支持 那个是极其宝贵的 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 当今这个时代 我们我其实不太愿意讲这样 但是不得不讲一些现实问题 比如说在这种大型教会 虽然像在爱的教会 什么大地教会 更大的 水路教会等更大的 那个里面可能就不说了 我们这也属于大型教会 那水路和爱的教会 那是叫超大型教会 几万人 五六万人那样的 我们虽然几千人 也是属于大型教会 在大型教会里面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有的人可能抱怨 我们中国部 为什么不跟韩国人联系 我不知道你这种想法 是谁注入的 但是你说怎么联系 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礼拜 自己的活动 我们偶尔搞交流可以 但是真正联系 除了主日牧师的牧养 主日礼拜 这是基本的 你要想联系 主日礼拜要参加 主日牧师的讲道 直接大堂礼拜 要礼拜 周五祷告会 我们自己 有时候联合礼拜的时候 要参加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你不参加这个 然后你就说 我们没有什么联系 你有多少联系 你付出了多少联系 这是个问题 那你可能说 你说要联系的 那个联系 顶多是 我们希望 青年会渐渐 可能找对象的机会 更广一点 有意思一点 这个我也能理解 但是说实话 这种情况 所有的外国人礼拜 部联系的都弱 因为这种体系里面 它不给你留太多的空间 人家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我们是外国人 很难融入 除非什么像圣诞节 以前还行 各个部门出个节目 搞个联系 现在组织的人 本身它组织的人 就韩国人 他本身也没有什么国度概念 甚至有的时候 都忘记中文部的存在 这种情况 你说安排的时候 你们中文部一块参与进来 能考虑到这样的人 少之又少 大家都在自己的部门里面 忙的精神 你也别抱怨 抱怨没有用 我们也不应该抱怨 我们没资格抱怨 明白啥意思吧 人家对我们没关系 我们对人家有多少关系 我们自己忙的都 连自己都 教会自己中文部 都不怎么关系 然后你还指望 韩文部对我们有多关系 这是有些 不切实际的想法 对不对 我们自己对中文部 有多少关系 然后我们对韩文部 又有多少关系 然后我们还指望 韩文部天天 好像心里面只惦记我们 这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对不对 所以那你们可能尚且 只是觉得 我们参与本堂 这个参与度少 像你们感觉不到 像我感觉的更多 那作为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一个父母师 他在里面 我就能理解大家为什么 其实不是说没有爱心 大家都筋疲力尽的 大家自己的部门 各个都忙得要命 其实他们没有余力 所以我反对大型教会 以后中国教会 千万别搞什么大型教会 也别羡慕大型教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可能做工作会有效率 巨型的工厂嘛 资源也丰富 人力也丰富 组织什么干什么容易 但是实践基督的教训方面 弱 因为大家都高度的疲倦 就像在一般的公司上班一样 那种压力下 已经没有余力去照顾别人 有的人可能觉得 牧师怎么不关心我们 是真的 牧师知道我对你们关心不够 但是牧师的处境也很尴尬 学习方面的 教会施工方面的 我的施工不管是中文部 是吧 所以这个不是辩解 说到这个现状实际上 大家要至少理解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人和人之间 能够建立那种亲密的 你能爱对方 你先心灵得有余地 你自己都疲倦的要命 你自己都耗电 放电放的不行了 我们怎么能有爱别人 明白啥意思吧 就像大家一样 大家对信仰不关心 是个人问题一方面 从另一方面某一种程度 我们可能已经让自己 精疲力尽了 学习本身的精疲力尽 打工的什么准备考试报告 那种精疲力尽 其他的事情一介入的时候 我们很烦 我现在都忙得要命又来 我现在都搞得又来事 是不是 所以丢子们在这种 现代的生活当中 里面人越来越孤独 在教会里面一样 特别是在城市里面 在现代城市里面有一种现实的问题 如果可能的话 如果可能的话 大家以后回国内的时候 别往大兴教会去 如果只是想去做个礼拜 躲在茫茫的会众当中 然后自己舒服的 别人来牧师 也别太关心我 我自己的生活也不想暴露 那你就去大兴教会礼拜 然后也不想跟别人相交 OK 这样去大兴教会 因为最好藏身的地方 就是大兴教会 方便 没人注意你 然后你也不会被侵犯一次 如果想深层的交流的话 尽量还是规模小的 感谢神的是 这个习近平做了一些好事情 让中国那种 试图追求大兴教会 那样的野心和欲望被打碎了 变成细胞的这样的 教会的本质要恢复 比起活动 比起大型规模 教会的本质是 比起做什么 教会的本质是安静学到 小的了 大家都也没有机会去往外什么 做什么活动 以前都忙得要命 圣诞节 复活节 什么这个节 那个节 好热闹 大家来教会很有意思 因为忙忙 但是脑子里空空的 现在好了 安静下来 你忙也不行了 公安限制你 某种程度是限制教会的扩张了 但是有一种好处是 静下来 好好思想 信仰本身是什么 忙的时候只是注重做饭 马大一样 现在静下来了 可以扎根了 学习真理本身 比如说 安然 你想学师奉 去主日学 除非你自己的使命在主日学 不然的话 我建议你最好的是 先学习真理本身 无论你 除非你是做马大 做马大 在教会里 我经历了好多大型教会 有的教会是有食堂 做马大 不懂真理也不行 一面做饭 一面嘟嘟囔囔 教会里面 一些烂七八糟的事 都从马大 这些背后热心 身体运动 服侍的人口中出来的 做饭的人也要懂真理 那除此之外 你主日学 你得讲道吧 你得劝勉吧 所有的青年部 所有的劝勉探访 离不开真理 而侍奉最本质的就是真理 不是技术 技术固然重要 那是在其次的 真理学不好的话 所有的技术 其实都是 就像我们去食堂 这个煮菜没出来 饭没出来 然后端上了一堆小菜 当然韩国的小菜也能吃饱 是不是 但是信仰上如果只是小菜 技术的话 非本质的东西 这个是不行的 我是作为教会议员 是增加了工人的数量 但是对教会的品质 能不能保障 是取决于你认不出真理 这个很重要 无论以后做不做师母 所以现在在韩国的很多留学生 神学生 特别神学生 我很担忧 这样的人以后去教会 到底做什么 服侍什么 跟人基础都很好 一问起来 脑子里面没有真理 那你服侍的本质是什么 你管跟人关系好 人跟你亲了 但是你能不能用真理 去建立别人 有真理和没真理 是两回事 所以弟兄姊妹 在教会里也一样 因为这种现代社会 人们开始渐渐的 这种关系上的疏远 很难建立起来 这种亲密的关系 能够保罗在那个时代 里面同样有很多传导人 但是有这样的夫妻 能够和保罗之间 很深的关系 这个关系不只是肉体的 有一些臭味相同的人 聚在一起 互相吐个槽 互相心里得个安慰 然后互相下地狱 不是那样 他们是共同侍奉基督 扩张神的国度 建立教会 不但如此 我们看到保罗对他们很感恩 包括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 这是什么意思 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这个夫妻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保罗是外邦的使徒 他帮助保罗 其实因而间接的众教会也从而受益 但是更可能的是 因为这两个夫妻的服饰 在众教会当中有了这样的 别人从他们的受了益处 所以可见这个夫妻 虽然他们不是什么使徒 不是什么执事 他们有职场 有自己的工作 但所到之处 他们却成为众教会感谢的对象 他们的服饰是美好的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格老丢年间 格老丢罗马的皇帝 他曾经驱逐所有的犹太人 离开耶路撒冷 但是格老丢于主后 54年就去世了 死了 所以可能因着他颁布的命令 失效的缘故 亚基拉 百基拉 很多犹太人又重新返回到罗马教会 所以曾经在哥林多 后来留在以弗所 如今又在罗马的夫妻 他首先问候的就是这两个人 紧接着不仅提到了 他是与我同工 然后将姓名置之都外 表示感谢 还有就是又问候 在他们家中的教会案 在他们家中教会案 那个时期的教会 其实不像现在时的 有什么教堂 初期基督教刚发展的时候 甚至罗马政府以为 基督教只是一个 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一样 没有意识到 犹太教人认为是 基督教是异端 所以他没有独立的 什么礼拜场所 以及也没有自由 等这个渐渐的教会稳定 从逼迫到合法 君士坦丁做王之后 虽然不是说 帮他变成国教 但是至少信基督教 不犯法了 不违法了 不再逼迫他了 公开的 可以自由信仰了 渐渐的稳定下来的时候 人们才开始建什么教堂 固定场所 公开的建个礼拜堂 那个时候都是到处被抓 被逼迫犹太人 到处去迫害使徒们 这些信耶稣人 基本上是在地下里面 隐藏信仰的 所以不可能公开建教堂 基本上是要么在什么 菲利比教会 是他们在城外的 河边高的地方 是吧 然后像这个格林多 在什么 都是在家里面等等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是 雅基拉 百基拉 不仅是夫妻 他们是保罗的同工 他们曾经为保罗不顾性命 而且在他们家中有教会 那个时候的教会 可能一个场所聚不了多少 几十人 几十人 可见雅基拉 百基拉 他们的经济条件 也是比较不错的 家里可以有那么大的空间 提供弟兄姊妹 在他家聚会 几十人那样的聚会 所以在这里面 不仅问候这两口子 也问候他们家中的教会 这是罗马书里面 第一个提到的 罗马地区的第一个教会 第一个夫妻 第一个教会 然后紧接着呢 问我所亲爱的 以拜尼土爱 这个以拜尼土是什么人呢 保罗在这里面介绍 他在亚西亚时 归基督初节的果子 亚西亚是 罗马的那个行省 现在大概是 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区 然后他是在那个地区 是归基督初节的果子 意思就是大概是 最先信耶稣的 初节的果子 很可能是透过 亚基拉百基拉传福音信 在那个地方信了 然后他们去罗马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人一块去了 甚至可能他们在工作上一块 从事这种支帐篷的 这样的产业 所以在那里面问候他们 和他们教会的时候 就顺带问候了 以拜尼土的案 这个三节到七节呢 问安的时候 详细的记载了 一些人的信息和情报 那八节往十五节呢 就大概的粗略的 可能是不是分了解 或者是不是直接认识的 就简列的点了名 大概问安 所以这个三节到七节呢 问候的都比较详细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提到了这个亚西亚 归基督初节的果子的 这个以拜尼土的案 然后紧接着又问 这个玛利亚案 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玛利亚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 犹太人的名字 当然希腊名字里面 也有人用 所以在这里面提到了 问候他的案 那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 说到他为你们多受劳苦 可能是他 玛利亚也是个女性的名字 是个姐妹 在这个问候里面 提到了很多这个姐妹 大概五个吧 五个非常重点强调的这个姐妹 然后说到他为主 为你们多受劳苦 可见他在那里面 多受劳苦 很大的程度 可能是指这个宣教传福音上 在那里面 他热心的传福音 服侍教会 这样的情况 为你们的缘故多受劳苦 可见这个玛利亚在当地 这个罗马教会 众教会里面 其实也是很有名望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又再次提 可以考虑到一个问题 保罗 为什么详细提到 这些人的名字 第一个是 这个书信 写到那的时候 众教会 期待的是众教会 都在礼拜的时候 公开诵读嘛 所以当诵读的时候 这些人被提的时候 他们当然很受鼓励 是吧 保罗竟然提到我 其实是为他预备 接待是很重要的一个 做法 当然这个不只是 什么社交的手段 保罗真诚的 一一问候他们 也为他们祷告嘛 然后再也就是 当他将问候他们的时候 问候他们的时候 其实也在提醒其他 不认识保罗的人 听过保罗名声的人 知道 已经有很多 知道保罗 然后与保罗通工的人 这样的人 他们就更方便 他们去预备 他们的心灵接待保罗 已经有了这么多 与保罗亲密 是公的人 所以保罗这样的问候 其实也是 无论从哪个层面 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后又问 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 好续烦 问这么多人 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 安多尼谷和尤尼亚安 其实学历史方面的人 喜欢拿这些名字研究 仔细研究 他的名字的由来 是希腊人 还有犹太人 背景 包括历史文献里面 出现多少次 然后参考一些 境外文献等等 历史研究是 这方面很有意思的 这里面 我也查考了一些资料 但是我觉得 没必要详细的那么讲 那样讲的话 广这几个名字 我们也在讲几周 所以我有一个教授 大学的是一个教授 他是历史系的 现在在白石 神学系的荣誉的教授 他就写了一个关于 飞罗罗古和尤尼亚的 一个论文的研究 他就从历史的角度处理 他们可能是什么女性 他们的种族 然后他就讲到了 罗马教会当初 那个时代的教会的 所谓的多元性 用现在的概念 什么多文化 或者怎么样 那种教会里面既有犹太人 又有很多外邦人 透过这些名字 后面我们更能提到什么黑土 很明显是一些奴隶的 教会里面既有王宫里的 知里面所要提到的 土菲拿士和土富萨士 什么姐妹 尤利亚 亚比利安 安多尼古 他可能是西律家族的人 西律王 安提帕伊士的什么 等等亲属 这样的话 他们既有王宫里的人 社会地位很高的人 又有富商 又有所谓的自由的奴隶 获得自由的自由人 或者是奴隶 然后又有犹太人 又有很多外邦人 所以教会的这种多元性 就研究教会 本来就是多元性 虽然现代教会 中文部单独的 什么日本礼拜部 英文礼拜部 多文化 就是渐渐的分开 为什么有些教会 开始强调这种综合礼拜 什么成年人小孩子 现在是教会进行分化了 对不对 主日学甚至年龄 这个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划分不同的等词 就是幼稚部 什么中等部 高等部 大学部 成年部 甚至到盼望部 盼望部 都是七八十岁以后 倒计时 这样 所以盼望嘛 等等 爱的部门 爱的部门就是智障人 这个等等 所以它分化 但是有的学者就研究 这个早期的这些教会名单里面 可以看到教会是这种多元性 所以从某种程度 我当时来这个教会的时候 我也考虑做了一个决断 第一个就是要不要搞多元性的教会 在韩国根据经验和现实 搞多元性的教会好处什么呢 这个人数上可能会多 什么一些工作者呀 一些多文化家庭啊 结婚嫁给像全姐妹这样的情况 韩姐还差啊 就跟韩国本地人结婚的这种情况 因为华人所有的类型留学生 什么工作打工的 包括结婚成家过来的 这样的多元性的嘛 这样多元性好处是 各方面的人都可以来 但是问题是 多元性里面有复杂的就是 有一些打工过来的啊 在网上打工的这个是有妻子的啊 信仰人我可以真诚的跟大家讲 这是韩国华人这个 韩国中国人事工的一个现实 搞不好的话就乱 年轻的留学生里面 很多都是姐妹嘛 很多过来打工的成年人 都是背井离乡的 单身的成年人的这个弟兄嘛 弟兄们有一些综合的感情 这种孤单 因为黑在这儿了嘛 不能回家嘛 生理上感情上的孤单 现在是好了 微信以前是QPO 在以前就根本打电话 甚至打电话都心疼 长途费太高 现在直接用WiFi就可以 视频那种感情还弱了 但是还是孤单 所以有很多这些成年的 在外打工的 在中国华人圈里面 这段我会删除啊 在网上这个我们自己的话 就知道就行了 这个华人圈里面来教会 变成了一个交际的场所 平时在外面 中国人聚在一起的机会少 但是教会里面 中国人聚在 所以到教会里面 见这些同龄的 这个异性啊等等 我在福山 在昌远等等 甚至我打工的那个经历 现场上遇到很多 他们聊的时候 然后就了解了很多 这个现实的情况 所以中国人教会 原本是为了传福音 搞不好就变成一个 交际的场所 我们搞活动是为了信任 来教会来传福音给他们 但是他们来教会 是为了见朋友 在外面自己老跟一个 朋友圈有限 结果来教会就见这些女生 私下里面 好像是个弟兄姐妹 彼此相爱这种单纯的关系 但是交际来交际去 就私下联系起来了 然后请你吃个饭呢等等 搞来搞去就乱了 所以教会本来是为了捷径人 结果教会却不小心 提供了一个平台 结果大家变成更大 犯罪率的机会 所以我来这的时候 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就下了决心切掉 成人这个工人这个方面 劳动者这个方面 除非他有家庭 像刘薇啊 包括以前的这个 这个张弟兄啊 包括这个人知事啊等等 有家庭的可以 但是单身来的 这个就有点担忧啊 有点担忧 所以这个多元性 本来是教会应该多元性才好 但是多元性的前提是 你要保持教会的纯洁啊 在海外的华人 其实在美国也一样 华人教会 韩国人的教会也一样 韩国人在韩国没事 很正常 奇怪的到了美国 韩国人的牧师 在美国牧羊在韩的 旅美的韩人教会的时候 他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韩国人之间 也有那个复杂的关系 这个背景离乡 人的那个心理 生理的那个很多问题 现实问题 甚至我在之前的那个教会 我跟他们说 很多以前是朝鲜族 现在是汉族 原本是为了家庭的幸福 孩子的幸福 夫妻的幸福 家庭的幸福 未来的目的来打工 结果打了一两年 家庭破碎了 男的在这边这个搞 家里面的 有些姐妹持手没问题 然后有的是姐妹也在那边搞 孩子也堕落 结果家庭支随破碎 原本为了家庭的幸福 结果家庭破裂了 剩下的就是几个钱 又不能花一辈子 本末倒置 所以现实是我们赚钱固然好 但是可能的话 尽早回家 要不然就是把妻子搞过来 一块在这工作 我说你们实在不行的话 因为成年人 我那个时候也是40左右岁 389岁 我跟你说实在不行 因为现在不是 对强奸犯有一些刑法 打针 让他的性欲给遏制 我说实在不行 当然没有一个弟兄 会愿意这么干 但是我实在不行去打针 这样的话 避免自己 禁止不住犯罪 这是现实问题 一方面要赚钱 另一方面 在这又信着主 然后还犯着罪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决断回家 挣得少我回家 中国现实情况又 国内生存难 在这又禁止不住犯罪 所以这个问题 必须得做决断 纯粹的是吧 如果要搞那种教会 要全部传道人 要高度注意力 怎么去限制 避免这种错误 那有一些呢 像全姐妹这种 无所谓 韩语好 还有一些汉族的姐妹 嫁给韩国人 又嫁给60岁 我40岁的姐妹 嫁给六七十岁的韩国人 根本谈不上什么爱情 那个时代的人 看中国人又歧视 只是满足他们 某种生理需求的工具而已 所以他在家庭里面 找不到那种爱情 找不到那种心理的满足 结果来教会呢 只能从同胞身上 朋友身上 所以这个圈子很黑暗啊 黑暗的目的 不是瞧不起他们 讥笑他们 这是现实 这个现实 就这个情况就这样 那教会怎么去帮助他们 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啊 本来是应该多元的 但是不得不做取取舍 有些这个人群就放弃了啊 所以重点放在留学生 多文化成年人 是一定要有健康家庭的 不然的话 进来一支 大家是不会主动 人家会主动骚扰啊 那大家基本上 我看了都是那个 比较本分的人 还有一些人 那个就是来教会 他们也是孤独季嘛 也要找朋友嘛 所以这个多元性 也要面临着很多的挑战 所以总之呢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读到这些目录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这个身份 奴隶 自由人 还有就是一些贵族 还有一些商人 等等这样的情况 教会里面是多元性的啊 其实原本教会 就应该多元的 只不过是出于一些现实 和牧养的考虑 我们不会认为这个天下无贼嘛 大家都是弟兄姐妹 结果私下里面都乱糟糟的 所以牧会者不只是要道讲清楚 牧养方面 行政治理方面 也要做出考虑 怎么私下里 牧会者不可能是24小时 去趴你家窗户 盯着你是吧 约束你 私下里大家都有手机 私下里这个散会的路上 你们之间怎么约 怎么见面 不可能全知 但是教会可能就面临着一个 形式上是教会 但背地里面都犯很多可怕的罪 所以牧会者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那在这里面说到了 玛利亚安为劳苦 然后又提到了这个亲属 亲属与我一同作奸 可能当时保罗在下奸的时候 他们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同为福音的缘故作奸 还有一种情况 就可能保罗在监狱里面 他们彼此相识的 安多尼古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安多尼古可能是贵族 王室的亲属和尤尼亚安 这两个 然后它更有意思的是 这里面说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 很多人就觉得 他们是使徒 所以在使徒的职份行列 实际上按希腊文的文法来说 是更准确的是什么 是在使徒中为使徒们所属之 有名望的 使徒们都知道他们 可见他们在 不管是在社会地位上 在信仰上 是有某种影响力的 使徒们都知道他们 不知道他们是帮助了众使徒 还是怎么样 总之他们的这个名声 是在使徒中 很受大家熟知的 也是比我现在基督里的 现在基督里 大家知道 比保罗先信耶稣的 所以有的学者可能认为 他们是在伊路撒冷 五星节时候 在伊路撒冷里面的 其中的一员 那么先信了主 先领受了福音 所以保罗说是在基督里 先比我在基督里 先比我信主的 这是三节到七节详细的问 这保罗可能是直接接触的 你看什么同工 亲属 同坐监牢等等 这是保罗可能是熟悉的 紧接着八节 就是一个小的转折 到十五节 就谈到了一系列的 简单的问候 应该是保罗不太熟悉 或者说间接认识的 这样的人 八节说 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 所亲爱的 有的学者 现代学者 把他解制成什么 同性恋 乱七八糟的 亲爱的就是一个 那种亲切的问候 亲切的 或者说一种 不是虚假的 一种客套的 那样的一种说法 所亲爱的 岸伯利安 没有太多的情报 没有太多的信息 然后又问在基督里 我同工的尔巴奴 并我所亲爱的 四大古案 这里提到了同工 又问在基督里 经过试验的 亚比利安 经过试验 可能是他的信心 经过考验的 在某种患难当中 仍然持守信仰等等 问亚利多布家的人安 问亚利多布家的人安 属亚布多利 在亚利多布家的人 可能是亚利多布是一个名人 但是有可能他不信主 而且是可能已经过世了 是王室的人 但是在他家 西律家的人 在西律家的人 这是保罗经常说的 可能是在他家的那些奴隶 这些人是信主的 虽然没有具体谈到那个名字 但是保罗知道他们 那些在贵族家庭里面 信主的那些奴隶 又问我亲属西罗天安 问拿其树家里 在竹里的人安 又问为主劳苦的非土非拿士 和土富萨士 这两个是姐妹 姐妹俩 自根都一样 土 问可亲爱的 为主里多受劳苦的彼西士安 又问在竹里蒙拣选的 鲁福和他母亲的安 他母亲是我的母亲 这个鲁福有意思 这个大家知道耶稣背定十字架 有个叫牙 有一个人是吧 叫什么名才记得吗 背十字架那个 据说是他 是他的父亲 然后问他母亲的 他知道他们 这个家庭成员的情况 他母亲也是我的母亲 当然这种表达 就像耶稣说 看哪这是你的母亲 看哪那是你的母亲 保罗称他为他的母亲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晓得 但是肯定不是 直接的那个 亲生母亲那个概念 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亲 亲近 以至于这样 然后又问亚迅基土 弗洛干黑米 巴罗巴黑马等等 这都是奴隶的名字 罗马人 犹太人 不会起家的名字 都是一些黑人的名字 可见他们是奴隶 奴隶 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的安 然后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 尼利亚和他姐妹 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团 这也是提到了他们之后 又谈了在他们一块的那些教会 弟兄姐妹 一起聚集的弟兄姐妹 然后最后呢 十六节说 你们亲嘴问安 彼此勿要圣洁 这是一般性的传统 保罗其他书信里面也谈到了 当他们礼拜结束的时候 读保罗的书信之后 结束的他们要问安 当然这个亲嘴 不是真的嘴唇对嘴唇 就是那种像贴面似的 那种亲脸颊那种 问候的当时的习俗 所以这个属于那个时代的状况 我们解经的时候 凡圣经记载的我们都要遵守 保罗说了女人要蒙头 好了 大家你剪得再好看的头发 那个烫得再好的头衔 染得再漂亮的颜色 来的时候牧师在门口 都给发现一个手帕 折着或者是偷鸡蒙着 像阿拉伯那些女士们所蒙的一样 圣经既然教导蒙头 圣经既然说不吃 勒死的牲畜 那是新约教导的 煎饮肯定是不能做 吃血也不行 然后勒死的牲畜 拜偶像的东西也不能吃 那包括这个亲嘴问安 我们也要照着做 蒙头要照着做 亲嘴问安也要照着做 这是新约圣经教导的 史顿保罗教导 所以解经有些东西 我们要从这个历史 当时文化那个层面 这叫神学解经 这叫经义解经 就是正确理解 圣经到底在教什么 不是单纯的 那个自义主义的解经 圣经既然记载了 我们就照尊重 所以大家每次参会的时候 彼此要亲嘴问安 就连报 肢体接触 贴脸这个事情都受试探的 我们的文化也没有那种文化 握握手就不错了 中国教会有的时候会 彼此鞠躬 甚至握手 有的教会报 韩国教会报也奇怪 韩国宣教士到中国的时候 动不动总报 对不对 报这种文化是西方人的文化 根本不是韩国人文化 牧师非要抱抱姐妹 这个有的时候 我们心灵纯洁的时候 无所谓 但是分明有些报 是受试探的报 对不对 所以有些东西 和文化不相符的东西要谨慎 跟我们文化不相符的 福音临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问候问安 彼此鞠躬躬或握着手 握手都有点奇怪 有时候握手 毕竟弟兄和姐妹之间 肢体接触还是尽量避免 对不对 就恭敬的打招呼 平安平安 那样就不错了 也不愿意非在握手 所以抱就更不符合我们文化 而且抱更不好 如果想被抱的支持 那咱就试一试 大家都被骂了 被试探了 弟兄们happy了 姐妹们就有点 所以现在的文化更要谨慎 对不对 初代教会的时候 他们圣餐的时候 喝主的血 吃主的肉 葡萄汁和饼的时候 外邦人误解 这帮人 基督教是一些吃孩子 吃人肉 喝人血 吃孩子 在宗教 误会 什么彼此亲嘴 他们是搞淫乱的 误会 那今天我们的文化里面 如果有一帮人互相能抱一抱的话 那肯定又被人误解 所以在文化里面 大家觉得不舒适的 特别是现在什么 性侵犯 连丑的眼神不对了 或者肢体接触 言语上 对方不舒服 都会产生误会 那这个时代的教会更要注意 所以本质的东西不变 但是有些形式的东西 我们要区分 哪些是基督教本质 哪些是非本质的 亲嘴问安 贴面 这是非本质的 当时那个圈 是那种文化 但是估计到了别的地区 可能就不是这种文化了 所以那个就不必要 非得按字面意思 一定要照办 所以你们彼此问安 亲嘴问安 这是问安的一种形式 在我们文化当中 用恰当的方式问安 就是彼此误要圣洁 不晓得它是讲的是 亲嘴的时候 不要乱想 圣洁还是鼓励他们 彼此这个关系上的圣洁等等 最后基督的众教会问你们 那在这里面注意 十六节上半节和下半节的 问候和前面的问候不一样 前面是保罗 作为自己 第一人称直接问候 十六节开始 你们第二人称服术 劝你们彼此问安 前面是保罗 直接问候谁谁谁 现在是保罗 劝你们散会之后 彼此问安 无药圣洁 劝他们 所以暗示了这个书信 将被在礼拜的时候 公开诵读 散会的时候 要彼此问安 你们也要彼此问安 然后最后下半节 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 当然这个不是指普世教会 可能是指从这个以利利古到耶罗撒冷 从以利利古到耶罗撒冷 前面保罗说已经没有传粉格的地方 可能是保罗过去传福音 他所建立的众教会 代表这些众教会 问候他们 总之呢 这么长的这样的问候里面 其实也可以窥视到很多信息 教会的成员的组成 有什么样的人 社会有奴隶主 有奴隶 有富商 有贵族 然后还有一些夫妻 有一些姐妹 然后有一些犹太人 还有一些希腊人 或者是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说希腊语的犹太人 等等这种多元性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 我们看到 福音的这种包容性 包容性 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辅 这个应许的成就 所以福音不是犹太人的 福音当然也不是 只是什么西方的 福音是所有全世界各民族 都应该按照神的形象 是被造的人都应该听和相信的 然后这样的信的人 聚在地方教会里面 他们就构成了一个多元化的 这样的 韩国教会现在面临着 原本单一的民族 现在随着人口的骤减 这种国际的交流 婚姻的联姻 一开始韩国人也拒绝接受什么 这个和黑人结婚 和印度人结婚 和东南亚人结婚 是吧 和美国人结婚 无所谓 大家都喜欢跟美国人结婚 中国人一样 但是一开始觉得 跟那些低贱的民族 怎么结婚 但是渐渐的开始 不得不接受这种现实 所以韩国教会 也开始面临这种 民族的多元化 还有教会形式的多元化 外国人渐渐的进来 打工的 移民的 生活的 国际联姻的 孩子学校里面 原本纯粹是韩国小孩 现在变成一些 东文化小孩进来了 红色也不一样 东南亚的稍微棕色一点 美国的什么白白的 跟中国的 还稍微区别不太容易 跟非洲的就更黑了 黑点 那学校里面颜色也不一样了 种族别 所以韩国教会 现在韩国社会 也开始研究什么 多文化的福祉 面对这个社会变革的 这种新的挑战 对不对 大学里面 不同的国际上的学生进来 等等 教会也一样 面临着这种多元化的形象 情况 所以大家的教会 我们虽然这个是 在韩国某一个教会里面的 中文部 那作为教会的立场上 如果可能还有英文部 什么日本 南非 什么等等 各个民族的 用自己的语言 礼拜 讲话 这是符合圣经的 圣经翻译成自己的语言 但是信仰上 要知道 在基督里面 民族的界限 鸿沟被抹除了 所有的万民 各族各方各国 在基督里面 都被聚集在基督里 成为一个属灵的 本源是我们 都是亚当的后裔 都是挪亚的后裔 现在是本源 是属灵里面 都是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 最终我们要归于乙 都在上帝面前 宝座面前 敬拜他 所以地方教会 会有这种多元性 多元性 那在这种多元性里面 就面临了很多文化的互相理解 包容性 理解 尊重 这个功课 其实咱们之间 虽然我们都是一个民族 不同城市 不同地区 文化也不一样 是不是 不同的家庭教育 在理解一件事情的事情 也会出到差异 那大家在亲密接触的时候 如果大家只是表面上 来个教会 打人招呼 敷衍一下 然后就走 无所谓 但深入交流 一块服饰的时候 那可能就涉及到 不同教派 我曾经的教会的传统 我以为这个观念 甚至对讲道 什么样的讲道 是生命性的讲道 这个理解都不一样 所以可能会产生这种冲突 所谓的多元性 在基督教圈子里 不同的宗派的背景 不同教会的这种习惯 理解都会产生冲突 怎么去在非本质性的事情 互相理解 互相尊重 互相包容 融合 建立一个合一又多元 但是又在健康的信仰里面成长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教会的多元性 其实在学习 比如说我们说近现代的一些民主运动 其实某种精神都是从基督教延伸 虽然有两种主线 一种是法国大革命这种 以人为本的自由民主 还有一种是以基督教精神为主导的 受基督教影响的一些文化民主 那这里面互相尊重 互相理解 其实就是从教会里面学的 对不对 教会里面首先是男人和女人之间 然后不同家庭之间 文化背景之间 甚至种族之间 在基督里有共同的基础 我们同盟 就恩 然后互相接纳 理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学习的过程 然后这样的基本的学习 等我们将来触对象了 已经结婚生孩子的都经历过了 可能就又面临着跟另一个人之间的那种 尊重理解等等这样的过程 所以总之这些目录里面提到了很多人的名字 他们的职业 他们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种族等等 甚至外邦人还是希腊人 犹太人 然后给我们透露了一些和保罗的关系 然后他们在属灵里的关系 在事工上的关系等等 保罗这样的亲密的去纪念他们 提到他们 称赞他们等等 然后为自己的事工做预备的同时 其实也谈到了在基督里面 真诚的那个彼此相爱的那个关系 所以因着基督的缘故 不曾相识的一些人 却因着基督的缘故 共同的在里面 各种社会地位的人 共同的在基督里成为同类人 同类人 共同为了福音 所以保罗也是在鼓励他们 让他们一同为这福音的做出努力 称赞那些人多劳苦啊 什么不顾性命啊 同工啊 其实就鼓励大家一同在福音 保罗也是为了福音 你们也是为了福音 一同为了福音 接待保罗的这个到罗马 然后一起支持保罗去宣教 这都是在他们共同的信仰成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很长的问候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铺垫啊 为了这个去拜访罗马教会宣教的 这样的计划的铺垫 那下一周呢我们会谈到中间关于警戒 假师父的这样的教导 很奇怪 为什么会插入这个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下周会谈啊 然后再就再谈到这个代替别人问安的一些内容 然后最后就是一些祝福祝愿 这样的话就罗马书就结束了 我是盼望早点把罗马书搞完 连蹦带跳的这样省略式的就带过去了 其实如果仔细讲每一个人名字都可以讲很多的故事 所以盼望赶紧把罗马书讲完 在95讲之内结束 OK 好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低头祷告 一起来祷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丰盛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与所有在基督里面蒙恩的弟兄姊妹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모� 후방方吧》 1分钟 7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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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分钟